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二人的工资都不高,赚的钱仅够糊口,留不下余钱 儿子们长大后,为了操办两个儿子的婚事,掏空了我和老伴大半辈子的积蓄 办满两个儿子的婚事以后,我和老伴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我们第一次出远门旅游,庆祝完成了两个儿子的终身大事 那时候,我和老伴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憧憬 毕竟我才刚满五十岁,还有挣钱的能力 我们准备打算在今后的日子,好好存上一笔钱 为今后的养老做准备 然而,千错万错,不该听了老伴的话 一次次的妥协和心软,使得我和老伴的晚年生活充满了悲剧色彩 母亲的母爱是天生的,在疼孩子方面是初期的一致 即使孩子已经成年,但是在母亲的眼里,永远是那个长不大的小孩 对两个儿子,老伴是无条件的付出 大儿子生二胎,说房子小住不下 老伴就要拿出我们,这几年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积攒的积蓄,支持儿子买房 我让他留下一部分,毕竟我们工资不高,存点钱不容易 他反而说我自私,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是那么小气 为了不被妻子责怪,我只好同意他 拿出我们几年来积攒的所有积蓄,给儿子换了套大房子 小儿子知道我们给了大儿子一笔钱,就说我们偏心 说让我们给他买部车,他想买车很久了,一直都没钱买 老伴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要一碗水端瓶,所以必须给小儿子买车 可是我们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大儿子 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借了一笔贷款给了小儿子买了车 借的这笔钱,我们用了五年时间才还完 还完债的那一年,我已年满六十岁,从单位退了休 退休后,我的退休工资只有在职时的一半,老伴的退休金更低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老伴的病痛也逐渐增多 经常看饼吃药,一直也存不下钱 仅仅八八的日子,经不起一点意外 可是事事难了,怕啥就会来啥 老伴毫无征兆地,突然就中了风 即使在没钱,也不能不给老伴治病啊 治病的钱,我本想让儿子们帮着出点 可是他们平时都没有,储蓄的习惯根本就拿不出钱 没办法,我只有拉着脸找熟人借钱 老伴经过治疗,终于出了院 可是却落下了偏瘫的毛病,失去了自理能力 老伴常年卧床,身体也越来越胖 到后来,我根本就弄不动他 我本想雇个保姆 可以大把手给老伴翻身,洗澡 无奈我俩的退休金 根本就不够请保姆的费用 只好就这么将就着 失能老人一旦缺了钱 日子真的是苦不堪言 由于我弄不动他下床去洗手间,经常弄得满床都是 虽然也给他买了一些成人纸尿裤 但是费用太高,长时间使用根本就用不起 洗澡也是等到儿子有空过来,才能够洗上一回 久而久之,老伴就长了入窗 看着老伴难受的样子,我特别心疼 我很后悔,没有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积攒下足够的养老钱 以至于现在老了,无论是体力上还是能力上 都没办法再去拼搏 只能够听天由命 如果时光能够倒退十年 我一定要牢牢地守住来之不易的钱财 为自己和老伴大建一个有尊严,有保障的老年生活 过了五十岁,是人一生中存钱最关键的黄金十年 这时候儿女已经长大成人,没有什么负担 自己身体上健康,还能够再打拼几年 一个人,如果利用好五十岁之后 存钱的黄金十年,为自己积攒下足够的养老钱 这样的老年生活,生活质量高,幸福感也会倍增 因为不缺钱 所以不会给下一代增添麻烦 所以会父慈自小,亲人之间其乐融融 这样精神愉悦,物质充足的晚年生活 会更加有底气和尊严 那么五十岁存钱的建议有哪些? 四大忠告,感兴趣的话就快来看看吧 一,尽量让自己的存款分散 我们都知道理财有风险 同样的到银行存款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一般来讲国有银行的风险会比私营银行的风险更低 因此大部分人会选择国有银行进行存款 私营银行则会为了吸引更多的储户来提高存款的利率 年轻人的抗风险能力较高 因此可以选择利率较高的银行进行办理存款 但是老年人存款更需要保证自己资产的风险 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自己的存款分散存放 如果我们将钱存在同一家银行的话 将有可能会由于银行倒闭 或者银行支援的私心导致我们财产受到损失 存款到底要分几家银行 还是要根据我们存款的数量进行决定 如果我们的存款数额达到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话 就可以多选择几家银行分散资产 如果存款较少的话 就可以分出生活费 应急钱以及定期存款 选择三家银行进行存款 这种方法在我们看来虽然非常麻烦 但是却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我们的财产安全 除了要将自己的存款分散储存之外 还要注意 不要将存款交给自己的子女保管 二 存款不要给子女保管 老年人手中有傍身钱 不仅能够给自己提供一份生活保障 还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份底气 如果子女孝顺的话 将钱交给子女也无妨 但任何人都有私心 如果子女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这份钱花光 我们的养老生活将会失去最根本的保证 或许很多人说自己年纪大了 如果不把钱交给子女的话 自己也很有可能会因为记忆减退导致忘记密码 对此 我们可以将银行卡的密码告诉自己信得过的人 如果在我们突发疾病失去行为能力时 他们就能拿着我们的银行卡取出钱 帮助我们支付看病钱或者分配财产 三 提前将存款交代好 随着社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淡漠了亲情 将注意力都放在了财产上 这就导致很多人在财产的分配上产生了许多的纠纷 其中产生纠纷的大部分都是亲兄弟姐妹 我相信这样的情况是没有人愿意看到的 因此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资产就非常重要 早早立遗嘱 不仅能让子女减少经济方面的纠纷 还能够对我们自己的财产提供一定的保证 老人可以将自己存款的一部分留在自己的手上 并且立好遗嘱 在自己百年之后按照遗嘱 将自己剩余的财产按照意愿分给自己的子女 既能够让自己老有所养 也能够维护好子女之间的感情 四 不要存太长期限的存款 硅谷银行倒闭就是最好的例子 硅谷银行 其实并不服务于咱们这些个提攒户 它针对的客户是创业公司 这些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差 大银行不太愿意借钱给他们 硅谷银行便抓住了这个机会陆续做大 这两年硅谷银行实在是太顺了 陆续拿到了700多亿美元的存款 至于为啥来这么多钱 主要是2020年美联储降息 市场上多了一大笔热钱 钱到手以后 硅谷银行当然得想办法钱生钱啊 要么去搞投资 要么去放贷款 这个时候 硅谷银行做死的操作来了 他们将大部分资金 都拿去购买长期债券了 结果 今年美联储宣布加息 直接导致两件事 第一 硅谷银行持有的长期债券严重贬值 第二 硅谷银行持有的大部分长期债券的投资周期 变得更长了 这两件事无疑让硅谷银行损失惨重 当然了 投资有风险 这很正常 只要不暴露现状 拆东墙补西墙 安安稳稳渡过难关不是问题 结果硅谷银行 又走了一朝错期 他们要卖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 来解决流动资金不足 结果这笔交易 被那些在华尔街耳目众多的创头客户们发现了 这个行为 加上水下冰山般 庞大的国债亏损 让储户们认定 硅谷银行已经资不抵债 破产在即 于是一天转走了400多亿的资金 在48小时内高死了硅谷银行 有不少老人会觉得存长期限的存款会比较划算 因为存款利率比较的高 但是如果存的期限比较长 但是有及时取出的时候就不划算了 因为退休以后身体情况不如年轻的时候 有可能需要去医院检查什么的就需要花钱 所以不建议存期太长的存款 面对人生无常四季更替 实际上静观花开花落 宠辱不惊 但看如云卷云梳 去留五亿 这才是中年人的人生态度 一难得糊涂 作家三毛曾说过一句话 凡是能活得幸福 事业有成的那些人 大多数都是糊涂的人 清代画家 文学家 郑板桥 就曾留下了一句快智人口的话 难得糊涂 深以为然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就会发现有些时候保持清醒和理智 并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 反倒是那些假装反应迟钝 对事物没有过激反应的表现 可以让自己活得更轻松和惹 所以 适当的时候 学会装糊涂 生活才能变得越来越美好 自然也就越来越幸福 二 耳朵要一边进一边出 看过一个故事 宋露的耳朵特别灵敏 所以 在单位的时候 听到了很多不该听到的八卦 而他 并没有独自享用这些八卦 而是分享给了 感觉关系还不错的同事 然后 事情 就越传越离谱 最后 传到了当事人的耳朵里 也就是 单位的领导 最后 领导展开调查 和整顿 最终 宋露 便被公司辞退了 反倒是尹娜 身为领导身边的秘书 其实听到的八卦 比宋露还多 但是 他却做到了 耳朵 一边进 一边出 关于领导的一切八卦 都不会对外讲 于是 便得到了领导的赏识 如今 混得越来越好 同样的一件事情 做到了耳朵 一边进 一边出 却呈现出了 两极分化的结果 可见生活中 需要我们过滤掉的声音 有很多 如果 如果你不懂得过滤 并且 把这些声音 告诉了周围的人 就必然会为此付出代价 在电视剧《老友记》中 主角已经三十多岁了 想要改行 很多人都否定他 可他 却仍旧坚持自己的想法 把一些声音直接过滤掉 最终成为了这个行业中的佼佼者 所以说 耳朵 在生活中 真的非常重要 既要过滤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也要过滤掉别人对你的劝诫 总之 要学会 一边进 一边出 遵循内心的声音 才能活得精彩 三 眼睛要往下看 很多人争强好胜 好高勿远 只愿意抬头看天 却从来没有低头看脚下的路 为此坠入了深渊 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困扰和麻烦 在小说《活着》中 龙二就是一个不懂得往下看的人 总是觉得自己很厉害 不仅腰缠万贯 在当地也是非常有头有脸的人物 可最后的结局呢 却因为不懂得往下看 最终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反倒是福贵 虽然日子过得没有龙二好 但他却能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 并且从来不会好高勿远 只会把眼下的事情做好 起码在小说中活得最长久 其实现实生活不也是这样吗 总是觉得自己很威风 不把一切人放在眼里 从来不低头走路 最终肯定是要吃亏的 因为谁也不会惯着你 可能在别人眼里 你这是糊涂的行为 实际上 这是你内心的豁达 是不追求短期效益 更注重长期利益的选择 一般人根本就理解不了 4.嘴巴要严 著名相声艺术家郭德刚曾说 三天学说话 一生学闭嘴 很多人根本就不会闭嘴 以为自己滔滔不绝就很厉害了 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你说的越多 生活中的麻烦就越多 最终很可能会因为多说 遭惹来灾祸 我有位朋友只有一个缺点 就是爱说 明明是公司最努力最年轻的人 却喜欢在背后议论领导 也经常抱怨同事 还喜欢在领导面前打小报告 最终怎么样 不过还是被公司给裁员了 一个人的嘴若是不严 就算是再有本事和能力 公司也不会重用 迟早是会被扫地出门的 生活中的每个地方都是如此 不懂得闭嘴 终将为自己的嘴巴付出代价 特别是普通人 不懂得闭嘴 若是因此得罪了一些人 这辈子都很难再有出头之日了 能站稳脚跟的人一定有着很高的情商 而高情商的最高境界就是闭嘴 五 心要平静 六祖云精有云 时有风风 时有风吹翻动 一僧曰风动 一僧曰翻动 议论不已 惠能静曰 非风动 非翻动 人者心动 因此 可以说 心安 心静 皆是治愈人生焦虑的一介两方 人这一辈子 谁也不会总是顺风顺水 花儿还有花开花落 人生也必然有起起落落 沉沉浮浮浮 不如一世长八九 人生路上遇到什么都不奇怪 当遇到乌云遮日的时候 静心等待 或许乌云过去就是晴天 有些人和事难免会让自己受伤 伤了痛了 经历之后不必在意 舒然放下就是治愈 有些想不开的事情 不要纠缠不清 糊涂一些 心结自然打开 人生本过客 何必千千结 生活 就是让自己过得去 不让自己为难自己 不让自己跟自己较劲 不过分苛求完美 学会得失之间 看淡世间繁华 笑看人生败态 人间非净土 各有各的苦 不要执着于 让自己求而不得的事物 不要浪费自己的生命和时间 让自己痛苦不堪 有时候遗忘和放弃 也是一种解脱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人生短暂 及时行乐 若是能够微笑面对生活 笑着走过千山万水 懂得享受生活 珍惜拥有 也是不枉此生 人生就是道足且长 素由从之 就是边走边悟 且行且珍惜 一切都是尽由心生 心境平和 心态好了 一切都不是事 如果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 用心感悟 你会发现 人活一辈子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那一定是 拥有一个好心情 让自己开心快乐 幸福安康 记得莫伯桑说过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 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 我觉得 人的脆弱和坚强 都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时 我可能脆弱的一句话 就泪流满面 有时 也发现自己咬着牙 走了很长的路 人生无常 的确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也没你想的那么坏 更没有那么多的惊天动地的事情 让我们惊艳了时光 如果能够安下心来 过好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守住每一寸好光阴 让自己心情放松 自由自在 我想 人生最美的事情 也莫过于此了 人活一世 就得要想尽办法 让自己活得通透一些 或者 如正版桥说的 难得糊涂 其实 活得通透 难得糊涂 都是为了让自己 开心快乐 身心康健 因此 在任何时候 都不要让自己耍小聪明 假装聪明 人生中 只有糊涂一点 才更幸福 更快乐 更长寿 东汉文学家班固曾说 人分三等 下等人装聪明 中等人装实在 上等人装糊涂 糊涂一些 有什么不好 别人并不会认为 你是傻子 即便那样认为 你也不必辩解 让内心平静 让他们说去 自己的人生 还需要自己领悟 其实 平凡的我们 活在这个世界上 本来就很不容易了 更没有什么 是值得炫耀的 唯一能够 让我们感到自豪的 就是人生的幸福 和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很多人认为 幸福离我们很远 但其实 它就一直停留在 我们身边 只需要你 适时的糊涂一些 它自然 就会主动找上你 有名人说过 人生由似西山日 富贵终如草上霜 无论是谁 他们的人生 就如同逐渐落下的太阳一般 日泊西山了 从青春到晚年 从头发乌黑 到白发苍苍 这是谁 都没有办法改变的自然规律 一般来说 生活压力极大的普通人 会在45岁到55岁这十年 感受到日泊西山的人生无奈 还有些人也在这十年当中 悄然离去 其实45岁到55岁这十年 特别复杂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我们的身体机能 会在45岁之后衰退 而从生活的角度来说 生活压力的增大 从45岁那年开始 身体不好 而且生活的压力增大 这对于普通人来说 无异于晴天霹雳一般的打击 很多人都会感慨 自己的命是真的苦 命苦一事儿 其实特别难说 有些人熬过了人生的危险期 自然就苦尽甘来了 而有些人在危险期中倒下 那自然就一直苦下去了 你终究会明白 一个人的后半生是否命苦 关键要看55岁那年的表现 1.55岁是新的开始 我们从45岁开始 就真正进入到了中年危机当中 往后十年 这中年危机会愈演愈烈 什么家庭矛盾 职场矛盾 人际关系矛盾 健康矛盾 通通都会来到我们身边 有智慧的人 会在这十年里面修身养性 隐忍待发 甚至闷声发财 以此熬过人生的危险期 还有一些人比较消极 就只能在危机中 哀声叹气 失去希望 积极面对生活的危机 跟消极面对生活的危机 从短时间来看 其实差距不大 而从长时间来看 其实差距是特别明显的 朋友老李是个心态积极的人 哪怕他失业在家 也经常锻炼身体 有空的时候还品品茶 看看书 种种花 钓钓鱼 反正让自己活在当下 平淡而又快乐 朋友老张就问他 你都失业了 为什么还这么镇定呢 你看我们这些老朋友 要么在找工作 要么在加班 哪有你那么空闲啊 这人生还真的苦啊 老李听到后 只回了这一句话 你怎么看待生活 生活就怎么对待你 又何必如此偏激呢 多年后的今天 55岁的老李身体特别好 而且做人的心态很不错 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而老张 则在焦虑中苍老了不少 身体也患了不少疾病 活得特别悲哀 你对45岁到55岁这十年的态度如何 会在你55岁之后显现出来 二 命苦与否 决定于55岁那年的表现 在你看来命苦与事 注定是上天注定的 还是人自己决定的呢 其实 一半有老天注定 而另一半 则由我们自己决定 因为天意和人事一般都五五开 同时变数和定数也是五五开 有些人的命不好 这是定数 但活得快不快乐 这是变数 因为快乐与否的主动权 始终把握在我们的手上 有的人财富万千 可依旧活得焦虑不堪 那他再有钱也会命苦 有些人财富不多 但足以养活自己和家人 特别满足 所以感恩常在 那他就算很普通 命也会很好 不要觉得命苦是老天安排的 要坚信 我们的心态 才是决定一切问题的根源 王阳明认为 眼开则花明 眼闭则花迹 大致意思是 你张开双眼 发现这朵花盛开了 而且你很喜欢它 那它就会在你心中盛开 而你闭上双眼 不再理会这朵花 那它开不开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同样的道理 生活苦不苦 只要你内心清明 向阳而生 那它又如何能够干扰你的生活呢 到了55岁 要做好这三件事 第一件事 多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接触过很多的中年人 发现大多数人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没有兴趣爱好 整天除了感慨抱怨 就没有什么事做了 我想说的是 抱怨解决不了问题 既然如此 为什么我们不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呢 喜欢钓鱼 那就去钓鱼 喜欢种花 那就去种花 反正心若自由 你的灵魂才不会麻木 第二件事 减少攀比 不要有什么比较之心 人到中年 最不该做的一件事就是攀比 不是今天跟别人的身家比较 就是明天跟他人的成就对比 这又有什么必要呢 人类之所以活的痛苦 之所以命运不好 不是因为自己的福气不够 而是因为自己在比较中丢失了福气 活成了命浅福薄的自己 第三件事 多存钱 多锻炼 一 多存钱 想起之前的一个真实故事 一对中年夫妻不幸遭遇车祸 被送往医院 伤势都很重 女子脚骨折只能躺着 男子满脸是血 嘴上的伤疼得无法说话 可男子翻遍全身 才凑够了十四元挂号费 银行卡上也仅有几十元 陷入窘迫的他遇上亲戚借钱 翻了好几遍手机 却不知道打给谁 能打的电话都打了一遍 对方不是说在外地 就是在忙 匆匆挂了电话 男子瞬间崩溃 网友评论道 让成年人崩溃 缺一次钱就够了 生活总是欺软怕硬 只有银行卡里的存款 才能抵御风险的盾牌 欲是手中有钱 才能心中不慌 看到过一段网络热语 世人慌慌张张 不过度碎银几两 偏偏这碎银几两 能解世间万种惆怅 说得真实又扎心 人活一世 样样都需要钱 人到中年不管收入多少 一定要养成存钱的习惯 懂得存钱 是未与筹谋的远见 王尔德曾说 我年轻的时候 以为金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等我老了才知道 真是这样 看到过一位网友的分享 他上初中 爸妈经营着一个普通小吃店 一家三口挤在几平米的小屋 店里要用的食材 调料编织袋等堆满了大半个屋子 一家人衣服全部手洗 做一份水煮肉片可以吃四顿 没有旅游和假期 每天重复着早出晚归的生活 他妈妈每周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这一周挣到攒下的钱 都存到银行里 可是就是这样困窘的父母 在他上大学后 每月能拿出几千块生活费给他 结婚后 全款在他工作的城市 买下一套小三室 后来他们家已经有三个商铺 两套商品房 每年收租家理财 就有二十几万收入 古人云一日一钱千日千钱 省巨木断水滴石川 每日一笔小钱的积累 细水长流也会累积成一笔巨款 会存钱的人都懂得银齿满足克制自己 为长远打算 为未来存下保障 所以 努力挣钱 自觉存钱 才是硬道理 二 多锻炼 达芬奇曾说 运动是一切生命的源泉 苏格拉底也曾说 身体的健康因不动而破坏 因运动练习而长期保持 运动是保持健康的最好方式 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运动带来的变化 也许不会立竿见影的显现 但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 人与人的差距将会是肉眼可见 前几月健身顶流流更红爆火 已经五十岁的他 完全找不出年过半百的迹象 有的是一身腱子肉 英姿勃发 殊不知他坚持健身长达二十九年 不仅在健身房训练 还时不时参加马拉松 铁人三项比赛 身体年龄足以秒杀 许多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运动 岁月抱着以不老容颜 渐硕身躯 重启了人生高光时刻 当运动成为习惯 身体自然会给你最好的反馈 有句话说 舍得对自己下狠手 生活才会对你温柔 那些看起来毫不费力的 其实都离不开超强的自律力 无论是健康财富或是坦途 都是坚持自律 为自己积攒的福气 白颜松曾被诊断高血压 必须终身服药 他却通过两个月的运动调整 每天快走一小时配合跑步 将血压控制到正常范围 古语有云活动有方 五脏自和 想要保持健康 不妨从多运动开始 不可否认 运动的过程很辛苦 伴随着大汗淋漓和一身的酸痛 但是 请坚持下来 时间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人老了才明白 六十到七十岁这十年 是最好的晚年 保持五点才不枉此生六十岁 在古代已经算作高寿的年龄了 可以摆宴席庆祝生日 古人称作为六十大寿 如今社会高速发展 人口也逐渐出现老龄化的趋势 人到了六十岁 才刚刚退休 并不算老 而且是人生下半场新的起点 从此 跟职场告别了 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重新整装出发 开启人生中最为美好的一段黄金岁月 六十至七十岁这十年 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 如何度过才不枉此生 第一 人到了老年 要守护好财富 一些老人到了六十岁退休以后 就有钱有钱了 所以他们的财富也变得自由了起来 不再为子女们付出了 但是来说 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下 普通人一不小心 就陷入了被骗的陷阱 更不用说是有钱又有钱的老年人了 所以当老年人在退休后 长期处于心态放松的阶段下 一些不良的人则打着感情牌来嘘寒问暖 当然很多老年人的耳根子是软的 再加上一些老人在退休以后 更孤独感上升 他们就习惯了这种小礼物和嘘寒问暖 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老人看中了是他们的小利益 而一些骗子则看中了老人的本金 所以当一些骗子 把老人的本金骗到手了以后 然后溜至大吉 人去楼空 所以来说 人到了60到70岁这个年龄段 虽然是耳顺之年 但是在家里对儿女们耳顺是重要的 如果在外面和陌生人 甚至和一些有不良动机熟人耳顺 那么吃亏的可就是自己了 只有守护好自己的财富 这60到70岁的十年里 也就随心所欲 不枉此生 第二 人到了老年 要保持健康的身体 人生路要走好 身体健康最重要 钱财多少利用好 不枉此生子孙小 小区隔壁动一个大爷 刚退休不到一年 身体本儿棒 喜欢跑步运动 每天早上六点多 只要不刮风下雨 基本都能看到 他在小区楼下跑步的身影 他的体态健硕 身形挺拔 身上肌肉线条分明 身体素质不比一些年轻小伙差 而且 他还酷爱参加马拉松长跑比赛 经常到全国各地去跑马拉松 喜欢挑战自己 虽然报名参加的是业余组 但是每次的成绩都很不错 一次比一次厉害 同年龄的其他老人 基本上很少说身体不行的 有的经常跑出去旅游 有的还能每天接送孙子上下雪 所以说 其实现在大部分六十岁的老人 身体这方面 只要好好保养 多锻炼 不会明显感觉到体力下降 依旧可以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刚刚步入退休生活 个人自由安排的时间充足 可以更好的享受生活 还没退休的时候 大部分人每天的重心 基本都放在工作赚钱上面 基本上很少会去考虑个人的享受 因为现在社会各方面 经济压力也很大 尤其对于一个中年男人来说 上游老下游小 每天的开销是很大的 而且还要为自己准备一笔养老金 大部分人都在为了事业努力拼搏 想要出去旅游 也因为上班没有什么时间 下了班要带孩子 照顾家庭 连个人休息时间都不多 退休后 基本上也不用去考虑工作的问题了 子女基本上也已经长大了 成家立业了 不用怎么去操心了 所以退休后 个人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是比较多的 自己想做的事情 现在就可以去做 这段岁月 真的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了 其实从60岁到70岁的这10年里 虽然钱财很重要 但是和身体健康相比 都是次要的 而一些老人进入60岁以后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已经不能和年轻人相比了 而身体的各个器官都逐渐老化 这给老人的身体 带来各种前的在风险 比如说 老人的一些慢性疾病 血糖高 高血压 血脂愁 心脑血管 神经神经系统等等 都会或多或少的出现一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不加以控制的话 会有很大的风险概率 所以来说 人到了60岁以后 在60到70岁这10年的时间里 一定要好好的定期体检身体 老年人定期体检的重要性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早期发现潜在健康问题 老年人由于身体功能下降 和免疫力减弱 更容易患上一些慢性疾病 如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等 定期体检可以帮助老年人 早期发现这些健康问题 及时进行干预和治疗 减少疾病对身体的损害 预防病发症和家中疾病 老年人常常存在多种慢性疾病 如果不进行定期体检和管理 容易导致疾病病发症的发生 或者家中疾病的程度 通过定期体检 医生可以根据个体状况 进行综合评估 指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预防病发症的发生 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 定期体检 不仅包括身体检查 还可以提供专业的健康咨询和指导 医生可以就老年人的健康问题 饮食 运动 药物食用等方面寄予建议 帮助老年人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健康 建立健康档案和监测健康状况 老年人定期体检 可以建立完善的健康档案 记录身体检查结果和疾病史 为日后的医疗服务和治疗 提供参考依据 同时通过定期体检 可以及时监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发现异常情况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干预 医生提醒 60岁以后做体检 没必要每项都做 做好5个检查即可 1. 血压测量 随着年龄的增长 高血压风险也会增加 定期测量血压 可以帮助早期发现高血压问题 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血脂检测 血脂异常 如高胆固醇和高肝油三脂 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 通过检测血脂水平 可以及早发现异常 并进行干预 3. 血糖检测 糖尿病是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 定期检测血糖水平 特别是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 有助于早期发现糖尿病和血糖控制不良的情况 4. 肿瘤筛查 60岁以后 肿瘤的风险会增加 根据个人情况 可以进行乳腺癌、宫颈癌、截至肠癌等 常见肿瘤的筛查 以便早期发现和治疗 5. 骨密度检测 骨质疏松是老年人常见的健康问题 通过骨密度检测 可以评估骨质状况 并采取相应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以减少骨折风险 第三 人到老年 要学会承受孤独 年轻的时候 可能我们都喜欢扎堆 一时的独自生活 就会让我们感觉到心慌 整天心不在焉 甚至会自卑自怜 觉得自己被世界所抛弃 可是当随着年龄逐渐增长 成年之后 人却越来越喜欢这种感觉 也许是见过了 太多的虚伪的面孔 和不真诚的心 所以成年的人 很多时候 宁愿自己一个人带着 因为只有这样 才不用那么辛苦地 去配合别人演戏 很多时候低质量的社交 不如高质量的独处 谁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没有人愿意浪费时间 去接触一些对自己无用 且让自己极度不舒服的人 合适 从十多岁的三五成群 三十岁的三五好友 再到四十岁之后的一二知己 人一旦过了五十岁 往往已经没有了太多的朋友 有的只是那种真正交心的知己 而且人生也不需要太多的朋友 朋友贵金不贵多 年轻时的大多数友情 都只是泛泛之交 无非都是些酒肉朋友 或者利益朋友 真正能走进心里的 一生能有一两个 已经极为幸运 其实人到了老年以后 虽然生活没有太大的压力 但是心理上是最孤独的 其原因有两点 第一个原因 随着老人的退休 他们在六十岁以后 已经和盲目的社会脱节了 虽然一些老人 在退休后的几年级 感到轻松 但是无所事事的他们 对于原单位 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感 毕竟在没有嘈杂的单位下 老人不经意间 突然觉得自己真的老了 倍感孤独 让老人孤独的第二个原因就是 老伴的突然的离去 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 而事实也是如此 毕竟一对夫妻相诸一墨 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白头到老 相扶扶持 但是晚年的老伴突然的离去 在子女们不重视的情况下 这让独守的老人 非常容易产生孤独的情绪 所以来说 六十岁到七十岁这十年里 作为老人来说 一定要这段珍贵的时光 并学会排解孤独感 比如说 要多多亲近孙子孙女 还有对上在的老伴 要制作一点小惊喜 让生活浪漫起来 并多走出去 多多接触一些 和自己兴趣相同的人 一书说 做人凡事要静 静静的来 静静的去 静静努力 静静收获 切记喧哗 人生就像是一趟没有回程的火车 在车上会遇到很多人 大家都怕寂寞 所以结伴性 一路上斗嘴嬉笑 动真情或是价义风迎 人间百态应有尽有 快接近火车中点站的时候 真心也好 假意也罢 在人生的尽头 其实都显得无关紧要了 人老了 到了晚年 要学会远离低质社交 学会独处 学会享受孤独 敬仰自己 子女或福 就随他们去吧 精彩的人生已经开始 自己也该做一个完美的谢幕 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吧 朋友一起 也都放一放吧 有些人合适 真的不必牵挂于怀 接近火车终点 让自己无从释怀的心 画个句号吧 不想再见的人 就不要来往了 人到晚年 生命的时光有限 别在不值得的人身上浪费时间 一别为子女忧心地活着 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 做回自己生命中的主角 将一讲自己的故事 人到晚年 学会敬仰自己 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让自己活得自在 快乐 简单一点 第四 人到老年 保持一颗好血之心 在六十岁退休以后 很多老人的压力就放下了 所以他们觉得自己 已经不再学人喝东西了 但是对于六十到七十岁的老人来说 要活到老 学到老 只有保持一颗好血之心 才会暂缓老人的衰老程度 一个人从六十岁退休后 其老年生活 还有几十年的时光 如何使老年人生活 过得更加幸福快乐 靠什么 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靠自己 也许有人说 养老需要靠子女 可商品经济失败 做子女的 都要谋生存 忙工作 活得也不轻松 那些身体还好 还能活动的老人 养老只有靠自己 才最安逸 最自在 才能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 这就是老年人要以学习养老 在六十岁到七十岁的这十年里 学习重要的是过程而已 并非一些结果 因为老年人学习之后 还是有几个好处的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老人想要高质量养老 学习非常重要 那么 老年人保持学习的习惯 都有哪些好处呢 一 利于身体健康 一般来说 人体的衰老 就是从大脑开始的 大脑如果不经常使用 会逐渐萎缩 进而直接影响到全身各部位的器官的衰退 反之 如果经常用脑 学习研究 这部分老年人 往往看不到身体衰退的迹象 有很多学者 作家 科学家 艺术家 他们在晚年依然保持创作 让大脑时刻处于工作中 中国现代作家马仕图先生 1915年出生 现在已经108岁高龄 直到2020年 仍然保持着创作的习惯 杨将女士 在105岁去世 巴金101岁去世 活了98岁高龄的季献林先生说过 千万不要让脑筋懒惰 脑筋要永远不停地思考问题 由此看来 经常用脑 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既能活跃大脑 还可以促进星辰代谢 从而思维敏捷 严年易受 二 提高记忆力 根据相关研究显示 与经常学习的老年人相比 那些从来不学习的老年人 认知功能衰退风险 会增加3.7倍 罹患二兹海默症的几率也会增加 因此 越是年老 就越需要多学习 这样 大脑会因外部刺激 接受新鲜事情而被激活 每天花时间来刺激大脑 在美国的一项研究中 那些接受过认知训练的老年人 在几个月内就显著提升了自己的认知功能 并延续了十年时间 所以花点时间 学门外语 练习乐器 学习诗词 绘画 培养一个新的爱好 创造新的大脑通路 三 提升认知 现在很多新闻 都是关于老年人被忽悠 而上当受骗 这也是因为长期不学习 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 导致清醒他人 如果经常学习 提升自己的认知 就会具备基本的防天意识和分辨能力 而不是被人牵着彼此走 没有自己的主见与看法 除此之外 经常学习就会更容易接受新事物 这样一来 更容易与自己的子女有共同语言 老年生活更精彩 四 心情愉悦 无所失事 更容易陷入孤独寂寞的消极情绪中 尝此以往 老年人心情抑郁 总想找点事情干 就很容易插手子女的生活 导致生活更不和谐 如果利用这个时间去学习的话 不但增长了知识和见闻 还增加了生活乐趣 更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多交流 有助于身心健康 年龄不是问题 只要有心 可以随时学习 五 避免孤独感 对于一些让老人感到兴趣的东西 老人学了之后 可以忘记了长期的孤独感 并养成喜欢的兴趣爱好 这样不仅能锻炼大脑 还能对日常的生活起到一些帮助 这对于老人来说自然是好事情的 第五 人到老年 要看透了人世间的道理 常言说的好 三时而立 四时而不惑 五时而知天命 六时而顺 七时而从心所欲 所以 每到一个年龄段 则有不一样的人生 而人在六十岁至七十岁 这十年的时间里 一定要看透人世间的道理 不要再固执己见了 毕竟人到了六十岁 对我说过去的经历 他们在遭遇过后 也要保持对一些事物和人的理解 要更加的透彻才行 毕竟万物都是有规律的 而老人到了这个年纪也是如此 此时六十岁以后的老人 更要顺其自然的活着 一些事情不要斤斤计较 一些看不惯的人和事 也不要再分清了 只有这样 六十岁以后的老人 才不会迷茫 更能正确的做出正确的事情 不枉此生 让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 人之一生 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一些遗憾 毕竟都年轻过 年轻时做事往往冲动不计后果 可能会伤害到一些人 也可能会走一些弯路 等到后来明白过来的时候 却再也没有可以弥补的机会 因为世上无后悔药可卖 有些事情过去了 就让它随风而去吧 没必要一直因此耿耿于怀 毕竟你在后悔 时光也不会倒流到最初 不如索性放下吧 眼前的生活 可能不是你想要的 但到了这个年龄 也没必要过于计较 毕竟走到这一天 也并不容易珍惜身边的人和关系 因为很多事情在折腾 也未必能翻出新的花样 而你所做的 还可能给亲朋带来更多伤害 学会接受这一切 用心的对待每一天 才可能有晚年的安宁与稳定 通过上述来说 六十岁到七十岁的这十年 是人生中的黄金十年 也是最好的晚年 所以只有在这十年走好 并保持上述五点 这才不忘此生 并为下一个黄金十年大好基础 做好享受人生的准备 随着年龄增长 曾经的义气而狼 终究会变成迟暮老翁 草木的戎窟轮回 明年春分依旧逃离满质压 可是人至暮年 就再也回不到年少时光 人到中年 不单单是指身体的摔袖 这是个许多东西 并行老去的年纪 你的事业在这个年纪 已经到了稳固期 是龙还是虫 已经见到分晓 心态上你不会在想年轻时候 有争勇都狠的心 对人对事 都有了几分甜淡 有句俗语教授人道55 正是出山虎 就是说 人在55岁的年纪 就像出山的猛虎 这是何意呢 老虎是 孝居在山林之间的出山烈尸 恰恰说明其 已经走之暮年 无法再与山林中的猛兽争斗 古人的观念中 55岁 已经是埋入黄土 都不奇怪的年纪 老虎出山 捕食猎物 不愿就此落下帷幕 人是会老去的 但是梦想可以足缓这样的摔袖 比如说刘备 在快50岁的时候 带着数千老族 丧家治犬般 寄居在刘表的荆州 用老儿无成来形容刘备毫不为过 如果曹操和刘备一位 说不定都已经放弃匡复汉事 干脆投脚诸侯 不识公秦之位 可刘备这个老头倔呀 在荆州待了几年 看见自己壁肉 大腿坠肉 附生就痛哭 觉得自己老之将至 功业未见 怎能如此松懈 以灵之败后 天下人都觉得 汉朝国座已尽 但是刘备还是不放弃 托古诸葛亮的时候表示 我这儿子什么成色 我知道 能辅佐就辅佐 不能就自为成都之主吧 总之我们一种兄弟 数十年的事业 不能就此成空 临到死 念念不忘生平工业 人生行至中年 有无至起的区别 是很大的 新奇些了 整个人就显出老态 摔朽降临的速度 通常出乎意料的快 始终在专注于 各种事业爱好的人 只要不被疾病找上门 古兮之年都显着古今神器 55岁这个年纪 使身体还能够维持年幅力强的最后时光 在之后身体的摔袖 会连带起心态的耻目 古人的这句俗语 其实就是在说 想要建立起一番事业 这就是最后的时机 猛虎出山 依旧不改威视 如果换作身体健康来说 55岁的男人 真的还算年轻吗 按照《皇帝内经》等传统典籍的说法 女子5735岁 男子5840岁 就会开始出现扬名买衰 内经更有人似时而阴气自办的说法 意思是说人到了40岁 就会开始出现一系列衰老吉祥 现代科学也正是 人的生理机能 甚至可能从30岁前后 就开始出现衰退了 尽管55岁的男人 或许他们自己的意识里 以及日常的表现上 确实还算正常 但只要仔细去观察 还是能发现一些端倪的 人们一直以为 只有女人 才注重自己的容颜 男人就无所谓了 但你所不知道的是 男人衰老起来 其实还不慢 一旦出现明显的衰老迹象 很可能在极短的时间里 变得苍老不堪 在通常的理解里 无论男女有没有变老 脸上的皱纹 就是最明显的指标 但男人在这方面 可能略有不同 他们脸上的皱纹 可能出现的比较迟 但是很有可能 当你看到皱纹的时候 其实生理机能已经相当衰老了 内经说人老腿先衰 这个说法放在男人身上更合适 意思就是说 男人有没有变老 腿脚是最先开始的 或者再扩大一点 我们可以理解成下半身先老 如果一个男人 下半身有了这四个征兆 建议您早点调养一下 最好别忽视了 很有可能就是在变老的前兆 一 腰系酸软 中医认为 腰与肾紧密相连 被施为肾之腐 而肾则是金的聚集地 被誉为金之腐 在中医理论中肾主藏金 诸骨生髓 与人的生长发育 生殖功能 以及骨骼健康密切相关 而金则主导着人体的运动 而肾则是不重要的 因此 腰系这两个部位 对于男人来说 不仅是身体的支撑点 更是衡量健康状态的重要指标 随着年龄的增长 生活的压力 与不良的生活习惯 可能会逐渐侵蚀着我们的身体 你是否曾在某个时刻 突然觉得腰系有些酸软无力 这种微妙的变化 或许在开始时并不引人注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如果不加以调养 可能会逐渐发展为 腰酸背痛 膝盖疼痛 甚至影响到日常行走 如上下楼梯时 感到力不从心 这些迹象都在提醒我们 身体的机能正在逐渐衰退 衰老的步伐正悄然逼近 对于男人而言 腰系酸软不仅仅是身体的不适 更是健康警钟的香气 因此 当开始察觉到腰系酸软时 我们应该意识到 这是身体在向我们 发出需要保养的信号 此时 我们应该积极采取措施 通过合理的饮食 适当的运动 充足的休息等方式 来调养身体 增强腰系的力量与弹性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有效的 延缓衰老的进程 保持身心的健康与活力 二 毛发开始变少 很多人认为 人老了之后 头发会变白 但对男人来说 下半身的毛发 其实也有一些变化的 比如 原本比较多的腿毛 就有可能开始稀少 一些隐私部位的毛 还有可能变白 这种迹象 主要是和体内 雄激素的分泌减少有关 雄激素少了 男性特征就会相对弱化 下半身毛发稀少 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最后补充一点 男人如果觉得 眼睛不大好使了 很有可能 也是衰老的迹象 三 夜鸟多了 一个男人如果真的开始变老了 身体各个系统的机能 就会出现衰减 比较早出现的 就是蜜尿生殖系统 尤其是前列腺的问题 这时候 就有可能 晚上经常要上厕所 夜尿多了 有时候还会有 尿不干净的感觉 男性夜尿多 和寿命是有联系的 如果是某些疾病发展 引发夜尿多表现 没有针对性治疗 疾病越发严重 会带来身体伤害 甚至缩短人的寿命 另外 夜尿多总是需要 起身上厕所 会明显降低睡眠质量 而要延长寿命 提高抵抗力 延缓肌体衰老 需要有足够的睡眠时间 夜间睡得香 一觉睡到天亮 才能保持健康状态 达到延长寿命的目的 可见 夜尿多的男性 需要及时调节 否则健康会受影响 夜尿超过几次药 及时检查 身体保持健康 不会夜尿多 也不容易 尿品尿剂带来影响 但是 夜尿超过了三次以上 最好到医院进行检查 正常补充水分 白天排尿次数四到六次 夜间少于两次 如果夜间起身次数超过三次 除了降低睡眠质量 还可能受到疾病的影响 有其他不良症状 需要到医院进行详细检查 找出病因之后对症处理 才能恢复健康状态 夜尿多原因是什么 一 膀胱疾病发展 夜尿多要怀疑膀疾病 因为膀胱是储存尿液的主要部位 由气质性病变出现 多通过尿品尿剂 夜尿多等症状发出信号 例如出现了膀胱结石 膀胱肿瘤 这些病变 会让膀胱容积减小 储存尿液能力下降 相比正常人来说 排尿的频率要高一些 会经常产生药益 而需要上厕所 如果是这种原因引起 要根据膀胱疾病类型 对症治疗 才能慢慢恢复健康 二 出现糖尿病 夜尿多要怀疑糖尿病 糖尿病作为慢性疾病的一种 发病期间血糖的升高 也会影响健康 夜间容易有口干舌燥 夜尿多 皮肤发痒等现象 而这种夜尿多 和口腔干燥后 补充水分有关 水分获取量多 通过身体的循环 代谢产生的尿液也多 夜间就需要经常起身上厕所 另外 血糖高的人 某些利尿物质产生 也会出现夜尿多表现 需要通过合理的用药 来控制血糖 还要纠正不良的生活习惯 血糖保持稳定 夜尿多表现才会改善 男性夜尿多不是小问题 要引起重视 了解原因之后 正确处理 当然 如果是睡前饮水量过多 或者晚餐涉入利尿 食物引起 也要改掉不良的习惯 才能夜间睡得香 保证充足睡眠时间 来延长寿命 四肚子变大了 男人年轻的时候 一般都是比较伟岸挺拔的 从而有一种风度翩翩 玉树临风的俊美 很多伤了年纪的男性 会出现大肚子 这是因为随着年纪的增大 新陈代谢 也会逐渐降低 往往吃的东西 无法快速被消耗掉 因此就会在肚子上进行囤积 尤其是那些不爱运动 长期做办公室的男性 大肚子就更加的明显 有些男性虽然平时也有运动 但还是会出现大肚子 这就是开始衰老的象征之一 啤酒度 也就是这样慢慢形成的 啤酒度通常与过量饮酒紧密相关 过量饮酒会导致心跳加快 血压升高 从而显著增加心脏的负担 在严重的情况下 这种负担甚至可能引发心力衰竭 不仅如此 啤酒度中的酒精 主要通过肝脏进行代谢 过量饮酒 会加重肝脏的负担 导致肝脏代谢功能受损 长期下去可能引发脂肪肝 肝硬化等肝脏疾病 同时大量饮用啤酒 还会刺激胃肠道粘膜 导致腹痛 腹血等一系列胃肠道不是症状 更值得注意的是 啤酒度中的酒精 会导致体内飘领含量升高 从而诱发痛风 出现关节疼痛 活动受限等症状 给患者的日常生活 带来极大不便 此外 啤酒度还可能导致胰岛素抵抗 这是因为啤酒度中的脂肪细胞 会分泌一些特殊的蛋白质 这些蛋白质 会干扰胰岛素的正常工作 导致胰岛素抵抗 这是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一个重要诱因 事实上 啤酒度与糖尿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长期饮用啤酒导致热量 糖分等成分摄入过多 会引起血糖升高 而这种体型的人群往往更容易出现 胰岛素抵抗和代谢综合症等问题 这些都是糖尿病的前兆 综上所述 啤酒度不仅会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还可能与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 因此 为了保持健康 我们应该避免过量饮酒 减少高热量食物的摄入 并采取其他健康的生活方式 以预防啤酒度和糖尿病的发生 55岁之后的人 如果没有近视的话 可能开始有点 眼睛不大好使的感觉 如看远处的东西没问题 看近处的东西却模糊 如果原本就有近视 则可能总是怀疑自己的眼睛度数 是不是不合适了 是否需要更换眼睛 因为看东西总是模糊不清 这其实也和衰老有关 中医认为木的血儿能是 但是男人年龄增加之后肝藏血不足 从而会出现视力下降 老化炎等问题 当然 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要变老 生老病死是谁也无法逃避的 但对于一个家庭的主心果男人而言 尽可能让自己老得慢一点 上书撕个下半身的小迹象 最好能引起重视 早点调养 移下自己的身体 延缓衰老的进程 古人说 女婿不上坟 上坟如仙人 在封建时代 家也多半是儿子继承 若是女婿常常来扫墓 就有争夺或者抢占财产的可能 不得不提防 就是女婿常常来上门 管了娘家的事情 也似乎不受欢迎 但是儿媳就不一样了 是属于嫁入的人 以后要和儿子一起管理家业 在儿子不争气或者早亡的情况下 儿媳还可以是当家人 比方说 兴末陕西女首富周莹 到婆家没几天 丈夫病故 公公意外过世 她就顶住了婆家的一切 到了开明的今天 儿女都是传后人 女婿儿媳都是自己人 老人们巴不得所有的家人 都常常来团聚 逢年过节的团圆饭 是老人们最喜欢的饭局 也会准备很久 奇怪的是 很多大家庭里 女婿儿媳长期不和老人见面 就在过年时都不会走动 显得很冷漠 经想来分析 就会发现 是以下几个家庭问题 破坏了儿媳 女婿和老人的关系 需要改变 已 儿女的婚姻不好 夫妻关系长期紧张 到了过年过节 在远方的儿女 会携手身边的爱人 带着娃一起去探望老人 就是走几千里也不辞辛劳 若是夫妻感情不好 那么要一起去哪里 就不太可能了 也许还没有商议 要去哪个老人家过节 就开始吵架了 只能是 各自去各自的父母家 各自尽孝 把钱财感情都分得清清楚楚 最糟糕的是 儿女已经离婚了 只是没有告诉老父母 怕老父母伤心 每次到父母身边 就撒谎 说 他很忙 下次来 二 老人习惯忽短 把儿媳女婿当成外人 很多老人 一开口就说 自己的儿女多好 有多大的本事 赚多少钱 尤其是儿子工作好 收入高的情况下 老人就开始攀高踩低 认为儿媳是高攀了自己家 任何情况下 只要是儿女和爱人吵架 老人一定说儿女是对的 导致儿媳和女婿很伤心 感觉不到公正 俗话说 不是一家人 不仅一家门 进了一家门 就成一家人 总是把儿媳和女婿当外人看 这就违背了做长者的德行 你不把人当自己人 凭什么人要把你当长者 也有一些老人 一开口就谈 曾经拿走了多少彩礼 在陪假方面吃亏多大 导致儿媳和女婿很没有面子 似乎一直要愧疚 要知道 会疼人的 疼儿媳女婿 不会疼人的 疼儿女 相爱 搞反了就在把人往外推 很可恶 三 家庭很不干净 让人敬而远之 你有没有去过这样的家庭 一进门 乱七八糟的味道 扑面来 让你不敢停留一分钟 如果老人不讲卫生 任何一个人 都不想来串门 就是自己的儿女都会躲开 孝顺的儿女也会帮助老人搞卫生 但是搞一次是一次 不可能每天都帮忙 稍微讲究一些的儿媳和女婿 不仅自己 不去邋遢的老人家 还会不让孩子去 此外 老人的嘴巴不干净 开口就是负能量 就是各种谩骂 指责 心灵不干净 看谁都是盗贼 都似乎在算计自己 在准备离婚 都会导致家人之间的关系很紧张 四 婆媳 翁许水火不容 处于断交状态 知乎上有一个问题 不想回婆婆家怎么办 提问的网友描述 老公的老家在另一座城市 公公婆婆都是农村人 一开始 她也会和老公去老家过年 但是后来拒绝了 生孩子的时候 公公婆婆要干龙活 不来帮忙带孩子 她带着孩子去公公婆婆家 住了一个星期 被各种刁难 还反复责怪她 带娃没有水平 再后来 她对公公婆婆 还有老公的兄妹都很讨厌 一次都不想见面了 多数网友回复 不想去就不去 是的 眼不见心不烦 何必把自己的热情 丢到冷水之中呢 过年过节 都是要寻找快乐的 若是不愉快 还不如一个人过 作为老人 可能平时的言语 过于激烈 居高临下的态度很强烈 对儿媳女婿的责怪太多 都会引起不满 然后是断交 五 老人太穷 或者太空门 偏心 引发了儿媳女婿的不满 有几个儿女的家庭 老人要是疼爱了大儿子 会引起小儿子不满 从而 小儿子小儿媳 就懒得上门了 孝顺的事情 似乎和他们无关 老人把女儿当成泼出去的水 在老家没有给女儿一张床 一直都没有给女儿好的学习环境 这份亏心 女儿是会计较的 女儿出嫁了 那就和娘家没有什么关系 女婿上门 几乎不可能 也有一些老人 非常穷困 还不勤劳 动不动伸手 向儿女要钱 也会引起儿女的不满 也有一部分老人 在子孙来了之后 摆出很扣门的样子 一碗饭 一桌菜 都舍不得 大家吃喝都不满意 还谈什么感情 人都是喜欢爱自己 对自己大方的老人 难能把瞧不起自己的老人 当成一宝呢 老人们 别以为儿媳女婿对自己不重要 来不来都无所谓 要知道 老人走不动的时候 需要儿女照顾 这其中就要看儿媳和女婿的态度了 毕竟 儿女和儿媳女婿是夫妻 一举一动 都要互相牵扯 平时对女婿儿媳好一点 把她们当成自己人 也常常问候 力所能及地帮忙带娃 用情换情 当然 作为儿女 若是父母对儿媳女婿不好 应该提醒 并且帮助改正 消除家庭的后患 人老了 别总是区分你家我家 而是要习惯爱大家 一 总感觉与儿媳相处不来 因为你没用对方式 做这四件事基本没错 作为长辈 我们应该如何与儿媳相处 第一 宽容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每个人都有做错事的时候 作为长辈 我们应该对年轻的孩子们 多一些宽容 如果就这儿媳的错误不放 既会让儿子左右为难 又会让儿媳抵触 与自己的相处 况且有些事情 就没有对错之分 只是做了符合自己角色的事情罢了 比如孙子生病要体检 不让进食 做妈妈的 希望严格遵守医嘱 而你看上心疼 偷偷给孩子喝了点粥 显然你做的不太对 但哪个做爷爷奶奶的 能看得下去这样的画面呢 儿媳觉得你害了孩子 就冲你吵了几句 这事就是她有些冲动了 因为对长辈应该有礼貌 只要体检之后还能做 各退一步 就能相安无事 你多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 考虑问题 就不会觉得儿媳不尊重自己了 哪个儿媳还忍心责怪一个温柔的婆婆呢 第二 尊重 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 比如现在的年轻人 普遍喜欢拖延 也因为工作的压力 不能及时收拾家里 很多老一辈人 就容易看不过去 但话说回来 家里偶尔乱一些 不会影响到成员的正常生活 自己没有必要 因此指责儿媳 更不要在他人面前说儿媳的坏话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万一这些话 传到儿媳的耳朵里 魄媳之间就很可能产生隔阂 第三 和儿媳站在一起 虽然儿媳是外人 但也正因如此 需要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才能更好的融入大家庭 想想自己刚开始 做儿媳的时候 是否也比较敏感 容易对婆婆的一些言行和举动 做过多的理解 事实上 女性比男性更需要安全感 所以当儿子与儿媳之间 发生矛盾时 哪怕是双方都有错 也要尽量多站在儿媳这边 儿媳看到自己的婆婆 如此疼爱自己 自然不会把矛盾激化 久而久之 也愿意跟你谈心 这样才能算得上是和睦的一家人 第四 转变自己的角色 孩子既然已经结婚了 很多是当妈的 能不操心就不操心 尽量把事情的决定权 交给小两口 如今的年轻人 都有自己的想法 处理事情的果断性 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不能比的 如果自己硬要插手儿子的事情 会给儿媳带来负担 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 孩子们遇到什么事情 也不愿意告诉你 做婆婆的难免 觉得都是儿媳教唆的 婆媳关系又该如何维持呢 2 如何与女婿相处呢 下面就给大家分享 6个和女婿相处的较好方式 1 尊重是前提 尊重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基础 与女婿相处是 我们要充分尊重 她的想法和决定 即使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也要学会倾听并尊重对方的观点 这样可以让女婿感到被重视和被尊重 从而建立良好的关系 2 理解是关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背景和价值观 在与女婿相处的过程中 我们要尽量理解她的 成长环境和价值观 避免因为一些小事情而产生冲突 例如 对于一些生活习惯的不同 我们要学会包容和理解 而不是指责和批评 3 沟通是桥梁 有效的沟通 是解决任何问题的关键 在与女婿相处的过程中 我们要学会主动沟通 了解对方的想法和需求 避免误解和猜疑 同时 我们也要鼓励女婿 与我们分享她的困惑和烦恼 让我们能更好地提供支持和帮助 4 关爱是必要的 作为岳父岳母 我们希望女儿过得好 因此 在与女婿相处的过程中 我们要表现出 对她的关爱和信任 当她们遇到困难时 我们要给予鼓励和支持 当她们需要帮助时 我们要提供帮助和指导 这种关爱可以增强女婿 对我们的信任和尊重 5 融入是必要的 虽然女儿和女婿 组成了新的家庭 但她们仍然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在与女婿相处的过程中 我们要学会融入她们的生活 了解她们的喜好和习惯 尊重她们的决定 同时 我们也要鼓励她们 融入我们的生活 了解我们的喜好和习惯 从而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 6 保持距离 最后一点 也是至关重要的 那就是 与女婿之间 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虽然我们可以尽力去理解 和支持她们 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她们是一个独立的家庭 给她们足够的空间和自由 可以让她们更好的发展 自己的家庭关系 同时也可以避免产生过多的干涉和矛盾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要对她们漠不关心或疏远 而是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 以一个平等 尊重和理解的态度 去与她们相处 在与女婿的相处中 我们作为长辈 更应该做好表率作用 通过尊重 理解 沟通 关爱和保持距离等方式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和谐 稳定 亲密的家庭关系 同时 我们也要鼓励女儿和女婿 在平等 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 相互支持 相互包容 共同成长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家庭的和睦与幸福 50岁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 如果到了这个极其关键的人生阶段 你的生命里出现了 以下四个迹象 这往往是上天在度你 不要后知后觉 因为这意味着 你的运势会越来越旺 意味着 你比大多数人都要幸运 一 夫妻关系更好了 家庭更和睦 更相亲相爱了 中年夫妻的感情 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中年阶段 向来是离婚率最高的阶段 过了50岁 如果你发现 你跟伴侣的关系更好了 感情更深厚了 这就意味着 你是一个幸运的人 是一个被上天眷顾的人 请务必好好珍惜 手边唾手可得的幸福 不要觉得 夫妻在一起久了 就没有爱情了 更不要因为彼此厌倦 而生了二心 你只有好好珍惜你的婚姻 才会让晚年有更多的保障 毕竟陪你最久的 可能正是你的伴侣 另外 家和万事兴 如果你的家庭成员彼此信任 彼此依恋 且团结一心 那么你 无论做什么工作 都会顺心顺意 因为家人 是你最强大的后盾 有他们在 你的幸运就会一直在 运势也会一直旺 二 在工作上遇到了赏识你的贵人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很多时候 即便你真的很有才华 也未必幸运的 刚好遇到那个赏识你的人 那个可以改变你命运的人 所以到了中年 如果你的生命里出现了贵人 这就代表着你的运势 会越来越旺 疫情期间 很多小企业面对倒闭 但是我有个亲戚 却意外接到了一个大订单 后来他的公司 就靠着这么一个业务 存活了下来 那个愿意 把订单给他做的人 就是他的贵人 因为对方信任他的人品 看他对员工负责任 哪怕入不敷出了 依旧不愿拖欠工资 这是一个企业的良心和担当 这样的人 值得信任 也注定成大事 三 身体健康 无病无灾 手里开始有一定的存款 有人说 这几年是前所未有的难 每个行业都受到了重创 失业的人数不胜数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身体健康 无病无灾 并且手里有一定的存款 那么你就已经跑赢了大部分人 比很多很多人都要幸运 都要厉害了 细想的确如此 其实很多时候 一个人的幸与不幸 好与不好 都是对比出来的 当你觉得自己过得不好时 当你觉得命运不倦故你 总是让你遭遇坎坷时 不妨看一看你身边的人 他们有的病倒了 有的破产了 有的离婚了 有的因赌博欠下了很多外债 还有的因失业 连房贷都还不上 相比于他们而言 虽然你没有很多钱 远远算不上大富大贵 距离财务自由 也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但是至少 你的身体是健康的 至少你的家人还在身边 至少你还有一份 可以果腹的工作 这已经是很多人羡慕的幸运了 当你身体健康 无病无灾 并且手里有一定的存款 那么这就预示着 你的运势会越来越旺 因为此时的你 已经比大多数人都强 四 及时看清了一些人的真实面目 把社交圈子清理干净了 朋友在今 不在于多 这个道理谁都懂 但懂和在生活中 用出来是两回事 年轻人总是很喜欢交朋友 尝试自己从来没有摄入过的朋友圈 想和别惹的圈子的人一起玩 好奇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年轻的时候 因为经验不足 看不透别人和自己交朋友的目的是什么 这很正常 但人到了50岁 就应该要好好整顿 移下自己的朋友圈了 不值得深交的朋友 不要再浪费自己的时间 好的朋友更应该多多来往 有以下三种特征的朋友 基本可以说再见了 一 总是向你索取 却不知感谢的朋友 每个人身边 都会有这样一两个朋友 不懂得感恩的人 在现在这个时代并不少见 这样的性格 往往和他的成长背景有关 在他的观念里 别人对他的付出 都是出于理所应当的 不对他好的时候就是罪恶 最开始建立友谊的时候 付出的确可以加深 两个人的关系 但这应该是相互的 而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当对方习惯了 向你索取的时候 表明你在他的心里 并不是朋友 而是可以利用的资源 不懂得感恩 迟早会伤透你那颗火热的心 徐志有一个认识了 快三十年的好友 如今他却彻底死了心 这么久以来 两个人每次出去逛街吃饭 是有八九都是徐志给钱 前两天 对方约他一起看电影 理所当然的说了一句 就看这个吧 我喜欢 付钱吧 不是须知小气 而是对方太多次的理所当然 让他觉得忍无可忍 二 脚舌根 喜欢说坏话的朋友 很多时候 不是只有女人才喜欢说贤话 添油加醋的毁人声誉 男人也是一样的 只是比起女人的 唧唧喳喳好一些而已 听别人闲话的时候 或许会觉得很有意思 但要是换成别人听你的闲话 心里就不大乐意了 人过半百 生活阅历也丰富了 看事情不能再想年轻的时候 只看到表明 而看不到本质 喜欢搅舌根说坏话的朋友 不仅会在你的面前说别人的种种不是 就连你也会在背后成为他的画柄 对他们而言 这样的行为已经是一种习惯 和生活融为一体 陈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 听到别人告诉他 自己当成兄弟的人 会在别人面前有意无意的接他的短 最开始陈锋也是多加忍耐 后来没想到在生意伙伴的面前还是这样 最后生意也黄了 三 心怀鬼胎 目的不单纯的朋友 相信各位都听过这样一句话 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利用 所谓的朋友 不过是你对我利 我对你有意 君子之交淡如水 好的有意应该保持一杯水的距离 真朋友应该是像兄弟一样的 未供患难而生 心怀鬼胎的朋友 只是想从你身上得到益处 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不在背后推你一把 就算厚到了 这样的朋友 还是静而远至为好 在这样的人 付出自己的感情 到最后 只会让自己受伤 人生在世 能有几个知心朋友 是一件非常难得和欣慰的事情 人的一生很短 一定要和 值得自己付出的亲人 爱人 朋友在一起才有意义 你的朋友圈里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 要是有这样的朋友 该清理一下自己的朋友圈了 尤其是年过半百的人 不仅是为了不辜负美好的时光 更是为了让自己的感情不被人作践 缺乏经验的年轻人也是一样 千万不要因为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而影响自己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一类人 人到五十 一定要学会断舍离 如果在这个人生阶段 你及时看清了一些人的真实面目 不要觉得伤心和难过 这恰恰是上天在度你 因为你只有将这些人 清理出你的社交圈子 往后的路才会走得更顺 那些只会利用你的人 那些对你不安好心 只想着算计你的人 你没必要来往 现在看清了 反而是你的幸运 否则 当日后他给你带来了 更大的伤害和灾难 再看清就晚了 所谓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风水轮流转 人这辈子 始终会有好运眷顾的 也许有些人是在前半生的时候 得到了好运 也许有些人 就是在后半辈子的时候 才会迎来人生的转折点 才会得到了好运 让自己的人生从此开挂 人生就是一个 起起落落的过程 有好运也会有没运 这是一个平衡的过程 无穷无尽 生生不息 人过五十岁 你的命中若是出现这些遭遇 其实不是坏事 而是老天要度你的开始 第一 躲过一劫 是人生的福气 人过五十 人生无常 世事难料 当你在这个阶段 发生了意外的时候 而你却因为某一件不经意的事情 都躲过了人生的劫难 说明是老天在度你 想起在你的冬夜里闪耀中的正爸爸 他有一天回老家 煮个泡面吃 一边等待的过程 一边看着电视 没有想到自己之前买的福利彩票 居然中奖了 于是他一高兴起来 就忘记了还在煮着的泡面 没有关火 他就出去对讲了 正是因为如此 煤气爆炸了 这个家都被炸了起来 他的妻子和女儿都知道之后 容哭着喊着 觉得他在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故 痛不欲绝 然而正爸爸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知道是自己忘记关火就出门了 没有想到也因此躲过了一劫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人生就是会这样 无常的事情 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发生 预料不到的 当你的人生躲过一些劫难的时候 说明是老天在度你 正所谓 人生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二 日子平平淡淡 人生才会更长久 有句歌词说 再回首 平平淡淡才是真 人过五十 也经历了很多事情 遇见了很多人 风风雨雨一路走来 其实都很不容易 到了人生后半场 我们最终都会明白 其实人生平平淡淡的过日子 不求大富大贵 只求身体健康 一家人平平安安 简简单单单过日子 其实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人活着 不在乎有多少风波 但是能够细水长流的活下去 才是最有福气的 人过五十岁 生活上没什么烦恼 人生里没出现什么大风波 这样简简单单 平平淡淡生活下去 其实就是最大的福气 很多人渴望这种生活都得不到 因为平淡才是最可贵的 因为没什么事情发生 才说明人生是最好的 最有福气的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不能富贵 那我祝你幸福 如果你不能幸福 那我祝你平安 人生最珍贵的就是平安二字 比起多少钱财名利 多少富贵荣华 都抵不过平安就好 人生就算是普普通通 没什么大本事 没什么大作为 没什么名气 但是平平安安的生活下去 知足常乐的活着 何尝不是最好的幸福呢 人活着 图什么呢 其实不过都是图个平安健康罢了 日子平平淡淡 一家人平安健康 身体好 开心的活着 就是人生最幸运的事情 三 欲是能够逢凶化吉 人生一切刚刚好 有一句谚语说 阎王要你三更死 谁敢留你到五更 命里该出现的事情 注定会发生的 曾广贤文中也说 命中有始终需有 命中无始莫强求 人过五时 该学会看清一些现实 属于你的 始终都会得到 不属于你的 强求不来的 命里有时候 会遇到一些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也许是人生的劫难 也许是绝境 也许是挫折 也许是危机等等 当你能够熬过去 渡过去的时候 说明你是有福气的 人生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的 当你遇到一些恨祸的时候 你能够逢凶化吉了 说明老天在帮你 不会让你受伤 人过五时才明白 其实多少人 在四十九岁那年的关卡中 都难倒了 而多少人又能够 从四十九岁的难关 走渡了过来 即使没有大富大贵 一切却是刚刚好 比较顺利 无灾无难 那么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 人过五十 命中有遭遇这些事情 说明是老天再度你的开始 尽管放宽心去生活 知足地活着 不要想那么较多 不要贪婪 平安健康 知足常乐就是福气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